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石毓兰 欢迎县政府今天1号上午是举行了12月份申请典礼 由县长许正卫亲自主持 也表扬了三组圆梦团队以及两位业务达人 许正卫其勉县普同仁年底将至 请大家各自盘点业务进度 切勿耽搁了工作 花莲县政府1号上午举行12月份申请典礼 由县长许正卫亲自主持 并且表扬三组渔蒙团队以及两个优达人 现在许正卫表示 2023年台湾将迈入双鱼国家 近零碳牌是全球的趋势 未来在减碳以及碳权交易方面 并且重新思考花莲要如何减碳 还有碳权交易如何夺得先机把他投筹 2030年是双鱼国家要迈向双鱼国家 另外2030年认识近零碳牌 未来要碳权交易 要这个减碳 而我们要思考花莲如何减碳 如何固碳 如何能够在碳权交易这上面 我们夺得先机 拔得脱筹 环保局每一年在推动我们的低碳旅游 然而低碳旅游如何把它做得更加的精致 把它整个碳足迹 以及整个减碳 把它做得更好 甚至固碳 对内我们要如何来做减碳 以花莲先来说 其实我们做得非常的多 无论是旅游 无论是我们时务教育 无论我们的推动机 或者是我们在公共门自己的租赁汽车 适用我们的这个电车以外 我们在推动我们的这个电动机车的补助 这都是减碳 所以明年有很多的议题要做 今年的12月我们要做漫食论坛 世界漫食论坛 明年再做这个世界国际有机论坛 还有食农教育 大家能发现 这一些都环绕着我们环境永续的概念 而环境永续 更是我们现在花莲县最好推动的领域 给予当中 现在许中也表扬 与达人 花莲县公共处 结合天文 花莲在地特色办理六天天文旅行活动 打造属于花莲夜间的慢精品过程 另外农业处济市 农入改善 智商防洪 桥梁修缠等工程 对工程 剖技专业 并着重在施工环节 以及追求品质 以及工作岗位上 尽情尽力 游牧团队包括 县府财政处 公共财产科团队 在清查现有闲置 非公有财产的时候 以创新思维 活化财产 依助县库 以及减少管理支出 县府农业 助农工科 对紧急抢修工作 以及在后复原工作 致力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另外 花莲县卫生区 医生客桥组 融合110年 卫生福利部 医师固 关怀服务 绩效表扬计划 而这次表扬计划 为全国推荐队 医师事故 关怀服务推动 有显著的贡献 以及医疗争议 协助服务者 有绩效的个人 机构 团体 以及卫生局 也是华人县卫生局 首次荣获的此项 记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